你们知道十二生肖的由来吗 相传 神明在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将动物聚集 并告知他们 在元旦当天最早到达神之屋的十二只动物 就能按照顺序成为每年的王 于是 一场动物间的赛跑开始了 丑牛自知速度很慢 跑不过其他动物 便比其他动物更早出发 可就在即将抵达神之屋时 骑在它头上的老鼠跳下 抢走了第一名 而其他动物也相继到达 就这样 被世人熟知的十二生肖便产生了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十二生肖中没有猫 那是因为老鼠告诉了猫一个假日期 让它错过了元旦 这就是小多拉除了耳朵之外 无比痛恨老鼠的原因 为了弥补猫错失进入十二生肖的机会 科学家在未来发明了一款 可以让人变身十二生肖的骰子 看到骰子上有兔子图案 大熊顿时开启脑板 希望变身兔子被镜香捧在胸前 小多拉一眼就看出大熊脑中 那些二十架的大胆想法 二话不说就抢起大熊手中的骰子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 骰子掉在了地上 下一秒 一桶小可爱出现 吓得小多拉一招铁头弓直接升天 于是大熊拿起骰子准备整活 结果因为不熟悉四条腿走路 从房顶摔到了院子 老妈听到一响开窗查看 下一秒 对着变身野猪的大熊就是暴局三连 吓得大熊一口气冲到镜香家 才终于变回了人类 它投出骰子 变身兔子后暗想人灵 看到这么可爱的猛虫 镜香哪里还有抵抗力 二话不说就抱着大熊来到了闺房 之后更是准备当个铲屎官给大熊投食 听说自己有了长期饭票 大熊恨不得从此做的兔子 天天被镜香抱在怀中 说不定偶尔还会有额外多出来的福利 然而生削骰子的效果只能持续五分钟 可大熊无论怎么尝试 都无法再次变回兔子 所以当镜香端着口粮前来投食时 就感觉要成为口粮的应该是自己 只见它熬的一嗓 就把大熊砸出了窗外 小多拉恰巧从楼下路过 就感觉头上多了个发卡 于是她也熬的一嗓子 再次试点出狐门绝绝铁肚 大熊走后 镜香喊来闺蜜 跟他们玩起了大富翁 然而地上的一颗画有十二生肖的骰子 却引起了她的注意 另一面的大熊直到恢复成人形 小多拉才变回正经尿咪 可就在此时 两个妹子喊着救命呼啸而过 而镜香的家中 竟窜出一头上骨恶龙 得知真相的镜香恨不得原地改家 可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回丢失的骰子 殊不知骰子此时已被小富发现 独特的造型 更是令胖虎原地认主 苦苦寻找骰子无果的大熊两人回到家中 正巧看到虎富二人 因为参加福子大赛上了电视 而福子大赛跟选举十二生肖一样 第一个跑过终点之人就是今年的幸运 只可惜大熊是个体力战五渣 站在C位的小夫表示自己的目标是第一 差点被有同样想法的胖虎送去几天 而胖虎意外掉落了骰子 在人群中来回鬼 被很多人触碰到 所以等裁判的鼓声敲响之际 冲出门的静变成了一群动物 而且好巧不巧 恰好是十二生肖 虽然会吓坏电视机前的观众 但何尝不是一种好的预兆呢 那么宝子们的生肖都是什么呢 我计划